Ayo 劉士忌 敬意如星 大家好 我是劉 今天要來看波蘭人對上阿茲特克人 這場比賽是天氣的阿拉伯地圖 好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式選擇了波蘭人 波蘭人最大的特色是 在他的大莊名旁邊撒下農田之後 就可以立即收穫8%食物 而且波蘭人的肉碼有列克提克移成的關係 也可以獲得擴散傷害的效果 波蘭人的路線主要是打騎兵 工兵 步兵 三種路線都可以的 雖然他沒有三級馬卡 但是他有免費的貴族特權 騎士只要30塊錢 非常便宜 工兵的部分也有拇指環 三級射牆爐 所以基本上工兵路線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波蘭人的步兵也有寶兵戰錘兵可以破防 所以整體而言波蘭人的弱點並不太明顯 只有在前期的部分 大中原成型之前 還有防守大中原這個問題 會是比較棘手的問題 其他的問題可能對波蘭來說算是比較小的 那接下來看一下藍方是選擇了阿茲特克 阿茲特克最大的特色就是他老頭 每一點一個科技都可以增加5滴血的血量 而且經濟上來說他的村民宿 攜帶量會更多一點 每隻村民的所有支援的攜帶量都是加3的 所以他讓他到後期的經濟也會到非常可觀的 那阿茲特克主要是打一個步兵開局 還有工兵的話算是勉強能打 只有這個強奴可以用 我當然好像沒有拇指的話 印象中 所以阿茲特克主要是打這個老鷹 步兵還有老頭為主線的一個文明 當然工程器的部分也可以打 但由於他沒有火砲火槍的關係 所以如果打工程器的話也要特別注意 對手的火砲這個反擊的一個能力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目前看到阿茲特克黃金在前面 果子在上方 附近的部分有一個在前方一個在後面 還可以接受至少有一個在後面 但果子跟黃金都在前面 很有可能會被壓制住 除非可以再微外一點點 那如果要微外一點的話 他的成本 防守成本會再更多一點點 還是稍微有點小小想到了 不然如果他都在後面的話 他就可以小微了 稍微小微 稍微小微就好了 好 那目前看起來這張地圖 牧區還算不錯 果子在前方至少四五十分吧 沒有到合格喔 對我來說 會比較難玩一點喔 主要還有這個附近喔 也在前面喔 好 那看到破爛這邊 是果子在後面 那破爛的時候呢 是最希望看到這個 果子在後面 因為你大蹤影喔 這樣就不用第一時間喔 第一個大蹤影就投資在前面了 而是在後方會更安全一點點 那黃金的話是在後方喔 那還有一個在前方 一個在左邊喔 那手在前方 看起來是跟對手阿茲哥是差不多 兩個都是有個偏後面的附近 然後一個附近也是偏前面的 但石頭部分在前面喔 有點小小的 有問題喔 然後到城堡是在這邊喔 開了一個城鎮中心喔 才可以安全的挖這塊石頭 那破爛的挖石頭呢 也是有特殊能力的喔 他每挖一些黃金 挖一些石頭 也會產生一些黃金 所以破爛來說 他是一個挖石頭 比較沒有傷經濟的這個文明喔 好 那目前看到破爛這邊 是準備要來打一個 封建快攻的樣子喔 大蹤影已經先灑了 就趕了一隻 好 點下了支部技術 那到底要怎麼判對對方是不是快攻 其實你只要看 他的批數喔 是不是正常 有沒有先下均衍喔 跟他的這個配置喔 就可以大概猜得出來 他到底是不是打直城 好 這邊全套互打 看他這邊細節操作好了 哇 民兵損失了一隻 啊 這邊是兩棒棒前期騷擾 那確實有點騷擾到這個軍營蓋好時間 但並沒有騷擾到太多喔 因為這個軍營本來就不會是一個 想要急速開好 然後去向民兵開局的一個打法 那破爛這個文明喔 我會比較建議喔 工兵開局 因為他的肉碼開局 前期是有點吃緊的 因為你的大眾運動 第一時間不會灑到農田喔 所以你的肉量呢 算是還是吃這些火雞阿 還有鹿阿 還有這個可以熏化的動物 或是野豬來的 所以你前面的這個肉量會很缺乏 不過你要在第一時間點一下 硬龍螢幕的話 肉量會很少 你會很難出到 成盾的這個 弱馬出來喔 那你可以轉出更多的兵種去反制喔 好 那看到破爛這邊直接轉了一個 鬼轉棒棒 明明已經要上封建時代了 終於是轉了民兵 可能是要來轉裝甲步兵前壓喔 那安斯特克呢 這邊看起來是想要二棒棒喔 黑跳城的戰術喔 但目前看起來這個黑跳城 可能會有點極限 那剛剛黑跳城喔 也很害怕對方裝甲塔前壓 因為裝甲塔前壓最可怕的地方就是 他有劍塔 又有裝甲步兵在前面一直進攻喔 那你圍牆很難圍喔 好 但破爛人這邊 黃金跟肉一點不太夠 點裝甲步兵三級可能會有點困難 而且肉也很缺乏 要繼續按這個村民 好 這邊開始灑農田了 好 棒棒繼續往前 第三隻棒棒有點慢來喔 好 家裡想要圍一下 當然自己的肉馬的血量有點少了 好 這時候阿茲特克升級到了封建時代 但是他的P數喔 算是沒有到很標準的黑跳城P數喔 可能決定黑跳城失敗 好 直接轉一個射箭場 要來打封建喔 好 破爛這邊點一下裝甲不一定的升級 破爛就是前期這麼削弱的一個文明 好 轉裝甲之後壓力也很大 但破爛並沒有打這個裝甲塔戰術喔 而是打一個正常的裝甲前壓而已 那這個打法很簡單喔 只要用初攻兵就可以守下來了 所以阿茲特克這邊要擋下 應該問題也不大 這個棒棒跟老鷹還在破爛家裡稍微繞一繞去 但農田越灑越多喔 但破爛這邊並沒有把所有的農田 灑在大中原旁邊喔 這樣就沒有辦法立即獲得8%的肉量加成 但我個人也會比較建議喔 如果你真的不太擅長維家的話 就想要高速升城堡時代的話 可以考慮喔 直接在城堂中心喔 旁邊撒農田喔 雖然不能吃到家吃喔 但可以安全的讓你的村民喔 守在這個城堂中心旁邊 隨時收村都很方便的 這也可以規避掉我們剛剛前期講的 就是波蘭的一個問題喔 就是你要怎麼去守住你的大裝甲 是一個大問題 那波蘭這樣打的話問題就會減輕很多了 就不會是這種嚴重的問題 反正聲音好像有點大聲喔 稍微調小聲音 好 繼續看一下 好 波蘭這邊攻勢應該是被擋住了 我們先稍微快進一下 看一下兩邊會怎麼繼續打城堡賽 我們先看到波蘭這邊是轉了一些毛兵喔 可能是在房裡面的工兵 但裡面工兵數量其實一兵不多喔 只有少量的四隻而已 毛兵通常喔 按的四隻左右就差不多了 因為按太多的話會花太多肉 反而不到自己上城堡賽的時間 所以毛兵按多少 其實你還是要去偵查 稍微去看一下對方的工兵數量 工兵數量沒那麼多的話 就大概四到六隻喔 就可以停了 那六隻的好處的話是比較容易 所以直接集合一隻工兵喔 可以直接秒殺喔 所以四到六隻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數量 不然你還要去算 可能會miss掉的這個毛兵的傷害喔 所以氣力好像五隻 應該就可以溫溫秒殺了吧 印象中 好 那目前看到波蘭這邊點一下的一擊射 增加一下這個毛兵的攻擊射程 看到工兵過來 毛兵去集結一下 但直接把村民拉走 損失了一村 哇 波蘭的命脈就是大莊園喔 大莊園被騷擾到 真的會傷到蠻多的經濟的喔 但還好 這個mbl 他有把這些村民的 放在這個城市中心附近喔 直接撒農田 沒有那麼堅持喔 一定要吃到這個大莊園的這個肉量加成 OK 工兵全部解決掉之後 波蘭這邊第一時間升到了城堡時代 阿茲特哥這邊則是慢了一分多 但這邊可能是要來打老鷹爆了 殺了三個軍營 那三軍營爆老鷹的話 給波蘭這個毛兵開局壓力很大 但還好 波蘭這邊是有很多裝甲步兵的 甚至要轉常見兵的 難道MB樓這邊已經預想到最方會爆老鷹 然後這邊直接封接打裝甲 還可以接續到城堡時代常見兵 哇 那就有趣了 波蘭打常見兵路線其實問題也不大 這是正常的見兵路線 但沒有其他的外加成 看有三攻三防好像也沒毛病 看到這麼多的常見兵 老鷹要打其實很難受 看有少練常見兵走了進去 但常見兵現在被圍毆 血量掉的很快 OK 軍營還是只有一個 看要不要再補第二個軍營 但感覺有點不太需要 因為他這邊開了第二個城鎮中心 待會肉量肯定是不夠會繼續出 雙軍營的肉量 除非這邊大裝甲再補一個 可能肉就差不多了 大概還要再兩三分鐘 才可以轉出第二座大雄雄 目前用這個時間點 用這個戰毛兵配上常見兵的路線 給對手極大的壓力 但常見兵的話是沒有抗招響的 不像肉嘛 所以這邊轉常見兵的問題 可能就是跟騎士一樣很容易被招響走 果然被招響掉了 阿茲特克這邊點一下二級伐木 那破爛這邊還沒有點 因為這邊肉全部拿去爆常見兵了 還有村民 常見兵打老鷹的效果非常好 直接解掉了 少量常見兵也在繼續追逐野外的這些老鷹 那待會常見兵繼續往前補 看要不要先拆掉這一棟 修到院 雖然裡面還有一個 阿茲這邊 要小心的是破爛的戰毛兵 現在已經有二級射了 射成院 老鷹上前想要解掉一些毛兵 破爛這邊是毛兵配常見兵的出法 這裡有開始開挖石頭了 這邊稍微微一下 不想被他飛進來 老頭來到三隻數量 但是沒有點下神 神聖思想 直接被點掉了三隻老頭 哇靠這個毛兵立大功了 後來這邊繼續使用自己的戰毛兵騷擾 然後配上常見兵的防守方式 確實讓阿茲這樣子不太好打 那阿茲到底要怎麼打常見兵呢 最好就是直接轉出暴勇士 直接暴打一波 但如果你沒有城堡的話 轉常見兵也不是不能考慮的 因為你還有這個均勻的生產加速 而且還有老頭的優勢 所以我覺得轉常見兵也是一個不差的選擇 但是就是需要大量的農田 那以單純爆常見兵的入境來說 不然是有優勢的 畢竟這個肉量加成是不然最好的一個武器 所以如果跟著打常見兵的話 可能會越打越長 所以也可以考慮轉一些工程器 配上自己的奴兵 奴兵開 奴兵開的話就會打不贏對方的戰毛兵 哇 結果老頭全部被戰毛頭死 哇 第二波老頭出來 又損失了非常大量的數量 老頭再來一次招翔 但沒有招翔到 再一下 來這集躲進去嗎 哎呀 這一波常見兵打得好爽 砍掉了非常多的老鷹的血量 好 這時候吸脫 終於醫師到了 要趕快點下神聖思想 點完神聖思想之後血量會變50滴血 這邊直接加了5滴血的科技加成 本來是5滴直接變50滴 有50滴的話 戰毛兵就沒這麼好解了 好 那吸脫這一邊 打的方法似乎有點 失誤了 剛剛三隻老頭之後 馬上就要補神聖思想會比較好 大家可能是想要先把這個數量給續血 續到5隻左右 給MBL這邊最大的常見兵壓力 好 那看到這邊已經轉出了 三個城鎮中心 後方又補下了一個市集 那阿茲特克這邊也可以考慮 趕快去開下第四個城鎮中心 甚至可以考慮開在前方 這塊劑一定要守下來 好 那阿茲呢 減生物的話還有這個聖物加成 每一個聖物都可以增加33%的聖物的黃金產量 拿到三個聖物就等於拿到四個 所以對於單挑來說 像是競技場啊 或是阿拉伯 他們減生物其實也不會太差 也不會落後於人 所以他們在這些地圖上的勝率都不會太差 阿茲的競技場勝率好像不是很高的樣子 但我記得也不會太差 我記得他伸頭打競技場也蠻強的 衝車投車 然後在他老頭後面著想 然後再轉一些槍兵老鷹 哇 飛進去打競技場也是很猛的 比較偏前期式的快攻打法 我記得只要打到中後期的阿茲 在競技場來說都不會有太好的結果 因為畢竟後期的南美中文明 科技上都會有點稍微劣勢 好 這裡再補一個均勻 雙均勻繼續出長劍兵 大莊園補下第2個了 第3個還沒有補 大莊園這個東西真的是蠻特別的 他其實只要兩個大莊園灑滿 穩定有農田 只要單TC也可以樹上地盲 這個肉量或許就是這麼的誇張 好 這邊阿茲直接轉出了投石車 現在要來針對後方的毛兵 而且還點下了救贖思想 卻被投爛 一發打倒 太狠了這個男人 直接吃了一發投石車的傷害 好 七隻老頭繼續往前走 這七隻老頭真的會要小心一點 如果七隻被招搶掉的話 也有可能被反殺 當然也有可能招搶這麼快嗎 現在沒有神權政治的關係 現在要招搶的話只能一隻一隻點 好 但是有救贖思想關係 現在可以招搶軍營還有這邊的防止 當然是MBL這邊在等科技 等二級防好 一攻看也要不要待會再補下 哇 這裡面的生物也要被搬走了嗎 好 這邊直接開始招搶下放常見兵 好 招搶到了一隻 第二隻也招搶掉 哇 這一波MBL 被壓得有點慘喔 好 但是這邊已經蓋好城堡了 而且轉出了非常多的戰錘兵 看來是想要直接Rash一波 包夾 好 上下包夾戰術能不能成功呢 老鷹想要下去應戰嗎 場戰兵往家裡走 但是又不敢撤 因為撤的話 又會打不贏 好 西托決定要來潛壓寶 然後順便點下地龍死蛋 好 正面再稍微狗一下 正面的常見兵直接上前反打 順便攔截這個生女 回去放生物的路徑 上去就是一陣爆砍 哇 砍掉了非常多的老頭 好 但正面的戰純兵也出來了 但西托正面也是招強非常多 但正面溢出來之後 反而被招強太多的戰權聖兵數量 有點打不贏太多的正面老鷹的傷害 好 但正面知道城堡傷害的西托 還是選擇了後撤 正面的常見兵也是直接走了進去 後面的常見兵直接在後面找老頭開打 西托這邊有點渾身乏術 有點老頭控不太過來了 哇 情牙寶失敗 更多的常見兵跟戰錘兵直接出來 哇 爆打一波太殘忍了 我們稍微回去看一下 這個戰錘兵是怎麼衝鋒的 這邊NBL巧妙的使用自己的雙線 好 這邊戰錘兵直接出來 西托直接招強 三隻 五隻直接開招 招到了三隻戰錘兵的樣子 好 四隻 第四隻在這 好 遭翔到了四隻戰錘兵其實還不錯 而且有一台投資車還找到了一發 但有一台投資車直接被城堡給射掉了 哇 看起來這一波操作本來是要打贏的 但是後面有太多戰錘兵跟常見兵又補了過來 後續的戰力有點不太夠 好 後面的常見兵也是走到家裡 所以西托也不是 也是 也不是完全 可以擺爛前面的 哇 結果想要去救後面 結果正面就沒得空 前面沒得空 可能就要直接被敲光了 這一波西托打得有點 被NBL反打回去了 而且NBL這時候 肉量來到了 喔 村民數來到了111了 哇 村民差距拉到了快要40吋 西托的雙TC 術上帝王前壓寶策略喔 有點被擋下來了 雖然破爛這時候還不能上帝王 但確實也給 剛剛破爛這邊很大的壓力喔 讓他轉出更多的步兵單位 所以上帝王時代的話 可能還要再撐個3分鐘喔 才有可能 時代追平喔 時代追平喔 後面有更多的戰錘兵走過來 但老頭也是繼續招翔 這位老頭現在還有3隻 能夠招翔招效的戰錘兵 跟常見的數量其實也很多囉 哇 真的很努力在招阿 後面也是有老頭 繼續把自己的兵給招了回來 這邊一直到帝王時代 點下了啟示思想 增加一下老頭的 這個減少一下老頭的CD時間喔 應該是加快吧 加快這個信仰的回復速度 還點下了印刷技術 這邊招翔大戰還沒有點下 最俗思想的關係 所以老頭還不能招翔 好 帶城堡一蓋好 應該是可以全部解決掉這邊的單位 吸托暫時守住掉了自己的正面 但村民數差距已經來到133對頭784了 村民數差距約為45吋左右 哇 非常多的村民差距喔 好 戰錘兵還是有繼續出 但正面的部分 老頭數量又來到很誇張17隻的數量 好 終於點下神權政治跟宗教狂熱 點下這兩個科技之後 血量還會再多加10變成75滴血 而且可以這樣子 拉一大坨的僧侶 招翔同一個單位 也沒關係 可以直接迅速招翔 那僧侶戰來說 我覺得最強的還是阿茲特克 這個老頭血量真的很誇張 好 我覺得這個城堡可以再往前壓一點點 但這邊沒有打算壓到底 好 後來這時候 帝龍斯帶來好1分半 右邊開下了第三個城鎮中心 後來這時候開始停村了 轉出了馬凱 看來是要轉大洛馬來解這一坨生旅團 那確實喔 波蘭的大洛馬也是特厲害的那種 有這個烈克提克遺產 而且有這個波蘭一騎兵 攻擊力更多喔 這個血量也是更多一些的 好 上方也是補了一些 馬鳩 阿茲這時候補下了草藥治療 可能是想要來單純提升一下老頭的血量而已 老頭血量點完之後會變成85滴血 那老頭的上限血量是95滴 比一般的大洛馬還要毒血 好 上方的戰錘兵稍微反擊力回去 但阿茲特克這邊的步兵單位也是越來越多 好 家裡有些戰錘兵已經騷擾到了後方的農田 下方這個墓區也是要被打得進去 城鎮中心第一時間被解掉 好 這邊也開始轉出了軍行兆司機想要反制 好 老頭開始北上沒有想要悔救的意思了 家裡的戰錘兵可能想要這邊的老頭來解一解就好 這邊修道院下了六個 好 現在把他死滴血的老頭 但破爛這邊已經轉出了大洛馬升級品種三級弓 還有耕種技術 該點的騎兵科技都已經點下去了 好 這裡破爛一騎兵出場了 三攻也補下 100滴血的破爛一騎兵 對上把死滴血的老頭 好 戰錘兵繼續往前 來 普蘭伊騎兵有一大群直接溜到了後方 哇 這要是直接抓到後方老頭應該會很舒服 好 而且大洛馬還有抗招響能力 稍微抵抗一下招響時間 但大洛馬第一時間已經衝上去 對著對方的老頭就是一陣爆砍 但好好剛剛有提升草幽治療的關係 所以要多砍一倒產的砍死 好 這邊稍微再補一下血 哇 剛好可以砍得掉 但正面也是直接衝鋒 大洛馬直接正後 前後包牆 上面的大洛馬想要拆掉 距離投石機但沒有成功 但下方的大洛馬已經對於 這邊主力的僧侶隊 進行了攻擊 但上面常用兵直接過來回救 大洛馬雖然打掉了一些數量 但沒有完全收掉 哇 這一波的交戰 西托看起來好像有點小小受傷 後面的洛馬 跟戰錘兵截了一段時間 地上到處都是西托的村民的屍體 這邊著想到的大洛馬 雖然還是很多 九隻大洛馬 總結掉MBL正面的城堡 可以繼續進攻了 阿茲現在是有長槍兵的關係喔 一直出大洛馬可能會很難解 波蘭這時候轉出了攻兵喔 確實這邊轉強弩 老頭阿還有這個長槍兵喔 其實都能打 甚至大洛馬也射得贏 因為這個大洛馬的一個小小缺點 就是沒有三級馬侃 所以強弩登場的話 基本上阿茲特克這裡的配兵主持 都是能打的贏的 這邊試圖用對方的大洛馬 直接反制回去一些大中原 大中原直接往左邊 開始灑起來 強弩部分 有點按不太下去 缺漏 按太多大洛馬 好 站在均勁頭C 直接開開左邊城堡 右邊大洛馬上前 想要阻止 但是沒有空好 直接被槍兵吃掉了大部分的數量 好這時候強弩升級好 但強弩是產在哪個位置呢 好在這個位置 好來看一下強弩 好守在農田的這個地方 OK 阿茲打強弩的話 也可以點一下銀罐技術 可以讓自己的戰毛兵 增加異攻還有異攻的射程 所以打強弩的話問題不大 問題是有沒有志願可以轉出 戰毛兵跟直毛器 這兩個科技單位 還有三級射 好這邊槍兵直接上來 稍微守一下上方的一個問題 不然這時候 人口又要到達兩百人口 這波可能會打出一個交換 但這邊城堡也是直接修到爆掉 也沒有想要去及時 秀 守下來 傻小43隻老頭 你這麼能控老頭的嗎 這裡老頭血量就高達3655 3655滴的老頭 太彈了 好 後來這時候點下了 最關鍵的科技 烈克提克遺產 讓所有的大洛馬 有這擴散傷害的效果 好 來看最後一波的決戰 第一時間用自己的大洛馬 直接上前衝鋒 大洛馬現在有擴散傷害效果的關係 所以現在打 柱雙長槍兵器效果其實還不錯 右邊的大洛馬已經正面突擊到了 右邊的僧侶 僧侶 右邊直接損失了大量數量 後方的槍兵直接A了過來 用再繼續打下去 可能會被老頭招掉一些數量喔 好 第一波衝鋒 打掉了一些 老頭數量剛剛從43隻 掉入到只是26隻喔 其實打掉了非常多的數量了 好 不然這時候才點下了化學 好 這邊大洛馬想要再次上前 因為這邊已經走到農田地帶 而且可以招響馬舟了 突然忍忍了 是我就不忍了 大洛馬直接集結在這個正面高地 後方槍兵繼續追擊 怕選好一分鐘 但是老頭數量的繼續下降當中 只剩下10隻老頭了 這時候轉出中頭 但這邊有點扛不太住 後車要趕快到後面偷拍一下喔 哇 這個老頭被打到只剩下最後一隻阿茲特克 43隻老頭 瞬間就被破爛的大洛馬消滅殆盡了 還有後方的強奴喔 哇這些強奴配上大洛馬 這個組合喔 確實有點無解阿 阿茲這邊村民處只有70村 經濟已經完全沒有想要顧的意思了 有點擺爛了 完全在控前方的老頭 結果實際上老頭實際有在著想了 大概只有10隻左右而已吧 可能15隻左右 可能就是極限阿 這就是人類的操作極限阿 老頭雖然很強大 但操作實在是太困難了 後面的中頭也是再次被解掉 這一波大戰之後 波蘭應該是有決定性的優勢喔 阿茲特克可能 沒有辦法再濃起來了 雖然要濃也是可以喔 但有這麼多時間 波蘭會完全不做事 不往前推進嗎 波蘭會完全不做事 應該是有點困難 這時候波蘭點下了 弓兵的鎧架 還有三級的輪根製作 阿洛馬直接往前 再次撞到了重裝長槍兵的傷害 但是後方老頭 數量已經下降了很多 只剩下少量老頭走出來 因為黃金已經歸零了 阿茲已經把黃金消耗殆盡 但還好阿茲這邊有五聖物阿 所以現在靠五聖物過火的話 稍微還可以過一段日子 但能過多久 過多久就不好說了 好 強奴 隊伍已經走到了正前方 這邊直接跨過城堡 直接往前 好 這邊有一波強奴直接往前 但是後方投資車傷很高 砸掉了一些數量 但還好第一時間反擊 中頭 中頭直接被打掉 這邊大量的強奴直接往前走 老頭只能招搶兩隻 看來是回天罰術了 好 投資車在招 但是西偷這時候突然打出了GG 難得看到NBL 經濟這麼領先對手 非常的好 經濟領先大約快到領先四五十村 這個經濟領先真是不容易 可以領先這麼多村 真的是很少見 因為這個經濟來說 要農出這麼多 還要轉出這麼多常見兵 然後邊打架 真的是很困難這件事情 NBL這把經濟是做到最好 雖然右邊稍微被騷擾到了一下 但他也是馬上在左邊轉出了一個大中遠 讓他經濟一直維持在一個水準上 雖然中間沒有拆毀對方城堡 但我們剛剛有看到 這個大漏馬直接衝鋒43隻的老頭的時候 這個場面非常的壯觀 瞬間打掉了快一半的老頭 那也是讓西偷有點危機意識 發現只用老頭43隻有點打不太贏 然後去轉出了中頭來打 但最後呢 波蘭這邊還是用強大的經濟 直接碾壓了對手 那我們來看一下自己的 兩邊的經濟 那我們先看到 波蘭這邊是 踩了快要兩萬三千的肉 木頭則是四千 黃金的話 少對手大概五千黃金 畢竟對手有五勝物 四千多黃金庫存 完全沒有問題 雖然黃金少了五千 但是用自己大漏馬 無限交通對方黃金喔 非常的划算 這也是阿茲特克喔 比較害怕的弱馬 的一個問題喔 而且波蘭的弱馬 又是特別強化版的 所以阿茲特克打老頭戰 對波蘭好像確實 不是一個很明智的一個選擇 可能少量出可以接受吧 大概出個十隻左右的老頭 給對方一定的壓力喔 讓對方的火炮阿 或是攻殘器 沒有辦法正常使用 就是一個很好的壓制喔 對於波蘭來說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